台客天團 精緻演射《噗嚨公開花》系列作品 描述六零年代的台灣一群小人物的温情故事 搭配華麗的台味歌舞 展現出獨特的劇場美學 這次他們要重演系列的第二集 找來演唱布袋戲主題曲的黃鳳儀 來當女主角 導演王榮譽也會親自演出 片財片色的反派角色 終演 阿翔 大哥 清醒了 你 你不要道歉啦 從歌舞臘的肢體風格 配合台語流行歌曲 由台客第一天團稱號的金織演射 將再次推出 《噗嚨公開花》系列的原創歌舞劇 我要做好行 為什麼要做噗嚨公開花 就是讓現在這樣一個苦悶的世代 來看一下曾經有過的美好 曾經有過的那種人跟人的相處 那種認真味道 我們再把這樣的事情把它給提炼出來 往後面的未來去發展 我想就像很多人講的 我們可能沒有共同的過去 但是我們有共同的未來 好好想要動一下 我很欠缺的比如說 我上次不只是想觸觸 但是又看得出來 你是真正的愛截耀 連從等人族 發揮Opera He的精髓 精知眼設用詭諧細虐的敘事 穿插著流行歌曲 展現出早年台灣人的淳樸美好 講的就是台灣人的那種 所謂的美好的生活 那種70年代那種美好的那種 那時候台灣的社會充滿了活力 對未來充滿了希望 人跟人融融的 非常濃厚的 很厲害的那種認真味 所以我很喜歡那種年代的東西 所以我在做這個戲的時候 我在想說如何重現這個東西 剛好你記得吧 那個年代剛才過來而已 經濟起飛以後 大家流行的就是一個卡拉OK 餐廳秀 我就覺得這些 還有一些所謂的電影這些東西 電視電影 所以我就想說 我的作品裡面就掺杂了很多 這樣子的一個 所謂流行的文化的元素 其實這就是我們 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上面 他們每個人的一個共同經驗 青春領著 豬遊遊行 我北做好家 這次也找來布袋戲聲優 西琴的女兒黃鳳儀擔任女主角 如何將布袋戲的唱腔 融入台位十足的歌舞劇中 撞擊出的火花令人期待 過去可能是因為唱布袋戲歌曲的關係 那它是算傳統文化嘛 會比較保守一點嘛 然後就是內斂一點 可是演舞台劇是不一樣的 這個每一個動作都要放大十倍 甚至二十倍 對 所以可能我的歌迷們 他們從來沒有看過那樣子的我 就是那麼放得開的我 金織演設的普隆共系列 提醒觀眾要有追隨夢想 守護幸福的勇氣 conspiracy 還有一支 性和信用 共和信用 等於 相關 可惡 以